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韦琪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加坡两船相撞 引发的海上游污事件 由于游污情况严重 四湾岛的渔夫将被迫停工 一周一止损 根据四湾岛渔民码头福利协会主席 罗斯里透露 当地约有183个船只几乎都停工 受影响的渔夫将陆续到 警局报案 他表示船底沾染了一层厚厚的游污 渔民都担心捕鱼的工具和渔网受到污染 只能暂时停工 观察游污清理的进展 再考虑出海 另一方面 柔佛州卫生及环境委员会主席林天顺指出 经过各方的协调和努力 涉及撞船事件船务公司的保险公司 已经委任承包商 在今天清理边加兰沿岸海域的游污 他说保险公司将承担所有的费用 受委任的承包公司也具备清理污染物的能力 清理工作已经在今天早上9点30分正式开始 他表示柔佛州环境局 哥打定义县署海事局等单位将会持续的监督 确保被游污污染的海岸线获得清理 柔州环境局边加兰代表诺莎迪拉受访时就透露 今天约有50名官员分别在四湾岛三个游污的热点展开清理工作 预计将会耗时一个月才能完成清理工作 他指出海水涨潮掩盖了游污的问题 游污凝固在海滩一带 工作人员会收集和清理 带有游污的物品 之后进行检验和销汇工序 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巴珠巴霞 54岁的袁秋经理下载郊油软件认识新朋友 没想到却被有心人引诱进入不存在的投资骗局 最终痛失21万期前利益 巴珠巴霞副警局主任沙鲁安华指出 受害人透过郊油软体认识了嫌犯 嫌犯向他介绍了一款加密货币的投资 受害人根据指示提供本身的资料及电邮 并拿出10500令吉投资 不久后就尝到了甜头 后来受害人又分阶段把21万7000令吉 贿赂三个不同的银行户头 没想到当他要把投资报酬提出时 却被告知 他的加密货币户头已经被冻结 需要额外支付22万5000令吉才能解冻 受害人这时才发现自己受骗 只好前往警局报警求助 警方目前援引诈骗条文调查此案 最后一起来关注水灾消息 昨晚到今天凌晨的连续大雨 导致北干娜娜一个肝膀发生水患 当局立刻展开援助行动 开放一个临时疏散中心 收留两户受影响家庭的齐民灾离 根据柔佛州民防部队提供的数据 当局在今天早上10点45分 在北干娜娜受影响地区 甘邦苏埃莫雷附近 开放一所甘邦苏埃腾巴燕 临时疏散中心 当局目前正在密切的观察 积水是否已经消退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洲日报 新洲网